来到最后一个系列 属灵产业的最后一个系列 第七个系列 然后主题是 抵杆魔鬼鲁器 在还没讲这个话题之前 这个主题之前 我跟你讲个笑话 这笑话是这样的 好像是没有关系的 你听听看 有一只斑马 斑马是有黑白的斑马 斑马很深爱着小鹿 然后跟他表达爱意 却遭小鹿拒绝 然后斑马就大哄说 为什么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然后小鹿很胆怯的 就说了 我妈说了 纹身的都不是好的 斑马有黑白的纹身 然后第二个画面 有一只熊猫 深爱着小象 大象 年轻的象就是小象 大象的小象 深爱着小象 表达爱意的时候 却遭拒绝 然后熊猫就大哄说 为什么 这一切是为什么 然后小象很胆怯的说 我妈说了 我妈说了 戴黑眼镜的都不是好的 熊猫 黑眼镜的 然后 另一个方面 有一只小鸡 深爱着小鸭子 然后跟他表达爱意的时候 确遭拒绝 然后小鸡大哄说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然后小鸭很胆怯的说 我妈说了 叫鸡的都不是好的 第三个 第四个方面 有一只蜘蛛 深爱着一只蚂蚁 向他表达爱意 然后 却遭拒绝 蜘蛛大哄说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然后蚂蚁很胆怯的 回答她说 我妈说了 整天在网上呆着的都不是好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可怜没 无论哪 你做的多好 你表现的多多多好 都是有人不喜欢你 不管你做的怎么样 尽善尽美 都还是有一些人 对你不满意的 所以 我要讲这个故事呢 告诉说明什么东西呢 请你做为你自己 不要活在别人的影子里面 不要做别人要求你要的样子 上帝创造你这个个性 有你这样的学业 有你这样的知识 就是有你活着的理由 不要为别人而活 要为你自己而活 更重要的为主耶稣 阿们 OK 我们来看这个系列 最后一个系列 为什么这样 这个 这个是我最后一个系列 也是 今年度最后的一个讲道 我收工了 下星期我没有载我去美兰 然后我会叫 Joanne传道过来 你传道 跟你们分享上帝的话语 然后第三个星期 我们有以色列牧师 来这里讲道 曾经来过 这里有 不知道你们认识吗 一些人可能认识 他以前也是一个吸毒者 然后上帝改变他 成为今天的牧师 敌爱 祝敬 这两个有新的牧师来讲道 记得 接下来的日子来参加 那我们就 第三个星期 我也是有在 放心 第三个星期我也是在正座 我请一个 跟以色列牧师来讲道 然后呢 他不是从以色列来的牧师 听不要清楚 他的名字叫以色列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叫 他自己叫以色列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他 可能我 稍后我会认识他 认识他多一点 他叫以色列 所以 然后二十五号呢 是特别的日子 因为是圣诞节 当天 所以我们会联合聚会 唯一这个特别日子 我们唯一 把联合聚会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出席 就这样 啊 第二 这个 抵党 我们讲到属灵的产业 兄弟妹 上帝给我们 我们从以佛所书过去来看哦 我们从 以佛所书很奇妙的 很奇妙的描绘 描绘 教会是怎么样 教会是夫妻的关系 教会是儿女的关系 教会是一个组织 今天到第六章 最后一章 第六章呢 上帝告诉我们 上帝有没有看到呢 原来啊 教会是一支军队 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同时也有一个坏消息告诉你 不管你喜不喜欢 不管你愿不愿意 不管你要不要 上帝就把你也把你放在这个军队里面 所以 不要以为 你来教会是上 去军队 去野餐 然后满路都是玫瑰花 很爽的很lomantic的在走这条路 道路上 那你就错误了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 上帝都要使用我们 成为耶和华的军队 好像今天早上 特别安排唱这首歌 唱的 你每天唱这首歌 你会厉害 因为你要用很多的肺活了 这个很好那首歌来的 OK 这个是一个让你年轻的一首歌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呢 上帝给我们最后一个产业 就是给我们有 当然我们成为了军队 成为了士兵 你必须要有武器来打仗 对吗 好我们来一起来看这个经文 如果你有圣经 请打开以佛所书第六章 Efficient chapter 6 versus 10 to 18 这里的字太小 如果你能够的话 你自己看圣经会好一点 以佛所书第六章 第十节到十八节 我就读给丁和二本 我还有为了的话 你们要靠主 依赖他的大能 大力做刚强的人 十一节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因我们并不是以血气战争 乃是以那些施政的掌权的管辖 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器的恶魔战争 十三节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摩那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的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十四节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作带子书腰 用公义当作复兴进遮羞 十五节 用平安的复兴当作一杯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十六节 此外 又拿着信德当着藤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十七节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省得到 十八节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生如祈求 我们走道 天父们感谢家民 主我要释放一个很重要的道 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你的心意 能够了解整个教会的存在意义 让我们每一位神也没能够因此了解 关于属灵的事情 主啊准备我们心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 祷告奉耶稣的命 阿们 那圣经告诉我们 从这里我们看到呢 原来我们是一个群队 教委是一个群队 然后呢我告诉你圣经说 管辖着群队世界 空中主灵系的恶火战争 原来哦 不管你看见不看见 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国度 没有 不是马来西亚 不是新加坡 不是越南 这种问题罢了 在整个宇宙新生物中原来 是有两个国度 一个就是上帝的国度 一个是我们的国度 不管今天社会上发生任何重大的问题 都跟这个两个国度有关 你有 你只有两个选择 你的一生里面 你的一辈子有两个选择 一 你就是属于神国度的人 不然 你就是不属于 就属于魔鬼国度的人 然后你说 那不是怎么这样八道的 没有第三个呢 这就是属灵的世界 我们活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有跟属灵的世界息息相关 虽然我们眼睛没有看见 等下我接下去给你看 你就明白 为什么世界上社会那么多事情发生 跟属灵的世界有关呢 今天如果你选择相信主耶稣 感谢赞美人 你恭喜你在神的活动里面 当你没有信耶稣 你不觉不要跟从主耶稣这条路的时候 你就不属于神的活动 我们来看 其实第六章十二节哦 用十一部来 文本来去解释来看的话呢 他得到的结论就是这样 我们的坏交赛不是以属肉体血迹的对领 也不是以有躯体的人对领 乃是以多方面统治的权势 支配着黑暗世界 以在空中属灵器的二四一战争 意思说这本这个十二六章十二节 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他说所有一切的一切 跟世界上的一切 跟这个属灵器 我们不是人家 夫妻吵架啦 家庭暴力啊 种种的事情啊 详间啊 打劫啊 这些事情不是属血迹的对领而已 也不是跟有肉体的人对领而已 这是跟属灵的恶势力有关 解释来说 所以呢 兄姐妹 以我所最后一张给我们看到呢 家会是一个军队 是神的指令 然后呢 这个作战的范围是整个宇宙性的 不只是我们住在的每一寸土地上而已 也包括了地球以外的空间 也包括了上帝创造的整个宇宙 然后呢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魔鬼呢 是很有组织的 你看他的实力有分成好几个 自证的 掌权的 管辖 幼岸世界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恶魔 也就是撒旦魔鬼的本身 我给你看这个经文你就明白了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八节 如果你看不到你自己翻圣经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八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扶着 又瞎又哑的人 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就医治他 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 二十三节 众人都惊讶 说这不是大尾的子孙吗 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 这个人敢鬼 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谷啊 二十五节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他们说 凡一国自相纷争 就成为荒场 一城一家自相纷争 就站立不住 二十六节 若撒旦敢住撒旦 就是自相纷争 他的国怎么站立得住呢 二十七节 我若靠着别西谷敢鬼 你们的子弟敢鬼 又靠着谁呢 这样 就要这样断定你们的自费 二十八节 我若靠着神的灵敢鬼 就是神的国领到你们的 从这个短短的经文 我们看到有几个事实 第一 魔鬼的国度是有严密的组织 第一 我们看到呢 魔鬼有一个统治者 国王 鬼王 叫别西谷 然后呢 第二 耶稣亲口的告诉我们说 这个国王啊 这个国度呢 这个国家呢 不是四分五裂的 是不是互相纷争的 他们是很有组织的 是严密组织的 还有第三 这个国度呢 不是已经败乖了 已经没有了 今天仍然存在 所以兄妹妹 你要看一样东西 魔鬼本身是很讲究 何意和 何 何意和什么 和谐的 他们没有 分争结党的 他们没有分裂 没有分开的 而 教会 魔鬼最喜欢 最希望看到教会 是分裂和不平和平的 看到如果教会有人在吵架 他最高兴了咯 他们能为了 为了教会的事情 然后分裂了 离开了 不再参加一起了 这就是魔鬼最喜欢看的地方 因为魔鬼自己本身也知道 特意的重要 团结的重要 他最喜欢看到教会 不团结 不合一 你个人做个人的事情 因为呢 魔鬼知道一件事情 团结合一 才能知道他的活路 恐怖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教会 如果哪一间教会 哪里地方都好 不合心 彼此不合心 没有合一 没有团结 这个教会 是没有力量的 我感谢神 虽然我们需要 我们知道 我们有同一个目的 和同一个目标 还是敬拜 我们有一个和异的心 但是我们不要给魔鬼的异物 有任何事情 包括胡适 有什么象征 你一定要记住一样 牧师跟你讲一句话 要保守 和异的心 要保守团结的心 不要给魔鬼的异物 任何事情 我们还可以有上有良 不一定要翻面的 不一定要 不和好的 不要给魔鬼的异物 所以你看到 魔鬼是一般 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呢 第27节 28节 我们看到那样东西 就是说 我若靠着别西谷 赶鬼 你们是靠谁来赶鬼呢 所以呢 我们看到呢 圣经告诉我们 什么呢 很清楚的 就是 一个是别西谷的国度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国度呢 是对立的 这两个国度的战争呢 是没有停止的 这两个国的战争是明显的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经文 这人啊 不是偏生哑巴 也不是偏生耳聋的 啊 瞎眼的 瞎眼又哑巴的 是因为魔鬼在这个人的身上 知道啊 又瞎又哑 所以一切的事情 证明明 很多事情 不是所有啦 很多事情 绝大部分的事情呢 跟属灵有关 跟魔鬼有关 一个人生病也好 啊 或者有什么问题也好 跟魔鬼有关系 因为他就是要捆绑人家 直到他们不能来到上天面前 直到他们被捆绑 永远在他的管辖里面 所以呢 今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军队 我们就要穿上全副的军装 全副的武器 为了要抢救这些被捆绑的灵魂 所以呢 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心意 在我们里面啊 是很重要的 我们来看一个经文 这个曾经也读过了 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三节 他说他就我们过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签到他爱子的国里 这个签我曾经跟你解释过 签就是Methasdeno Methasdeno意思说就是 班运的律师 就是运输的意思 就是把你从一个地方 搬到一个地方 上帝把你从黑暗的权势 当你还没有信耶稣 你是你不喜欢 你好 你就是在这个黑暗的权势里面 但是你一旦信了耶稣 耶稣把你搬运 把你运输到他爱子的国里面 今天你跟你信了耶稣 你不一样 你哥说我怎么看他不一样呢 很容易很清楚的 以前你要做什么东西 你都不用去烦恼的 不用去怕的 你要去万能买多多 买万字 你不用去看什么都可以去买四个字了 可是你信了耶稣 你要公张希望 看有没有人看到你 你才偷偷去买万字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你已经在神国度里面 因为你害怕 你怕得罪神 你也怕人家看见你犯罪的事情 所以你就知道你是在神国度的人 不是在魔鬼国度里面 以前你在魔鬼国度里 你自己人嘛 你不用怕 你可以做 你喜欢做的东西 犯罪你无所为的 可是你信了耶稣 你会有个惧怕 这惧怕谁给你的 没有人给你的 是因为你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 OK 我们来看 中国有句话叫做 自己只比白战白胜 我们必须要了解 撒旦的总部在那里 Headquarters 你必须知道撒旦的总部在那里 你才能够跟他打仗 你才能打胜战 这里告诉我们说 因我们不是以血气战争 乃是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战争 虽然魔鬼已经被上帝 从天堂摔下来 成为撒旦魔鬼了 可是啊 我们常常忘记啊 我们常常有个概念说 我魔鬼是在地狱里面的 地狱就是在地底下的 我要改变你们的事情 魔鬼从来还是在天空 还是在天上 我给你看那个经文就明白 如果你不想没有给你看那个经文 耶和记第六章第一节 第七节 啊第一章第六节 第七节这样说 有一天神的种子 撕立在耶和我的面前 撒旦也来在其中 耶和问撒旦说 你从哪里来 撒旦给他说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看到没有 虽然魔鬼被上帝 怪在地上了 可是他仍然能够在 还在天堂 耶和我的面前 耶和我在那里 在天堂 他仍然能够在天堂那边 在空中那边 在天那边来活动 可是你有看到这样东西吗 神的种子撕立在耶和我的面前 可是竟然种子没有看到 撒旦在那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有读圣经 你就明白 魔鬼也会装着光明的天 天使来欺骗我们 魔鬼会伪装 魔鬼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伪装 死人没有人看得到 魔鬼来试探你 魔鬼来攻击他 他会说 I am Mr. Devil 我是魔鬼先生 我一定要攻击你 他不会的 他会伪装成天使 来 让你跌倒 来迷惑你 来欺骗你 所以呢 谁能够看见魔鬼呢 撒旦呢 圣经说耶和我向撒旦说 原来上帝能够 虽然在种子里面撕立 耶和我能够认出撒旦来 问他你去哪里来 然后我们来看 列代之相一二章一二天说 天和天上的天 常见不住他居住 谁能为这为他建议便宇呢 我是谁能为他建造便宇 不过他在面前烧像而已 这里又说明了 我们常常看到的天啊 只是我们了解的天 只是天空而已 我们中国人很有智慧的 所以说天外有天 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天啊 不只是一个天而已 圣经告诉我们 很清楚告诉我们 在天空以外 还有天 我们再看一个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 天上啊 天上啊 这些都是代表着魔鬼 会逗留和做活动的范围里面 我们再看一个经文 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神的救恩能力 魔度 因基督的权命 现在都来了 因为 因为那在神面前 就会碰到我们弟兄的 已经摔下去了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 而自己所见证得到 他们虽自已死也不爱惜生命 神告诉我们说呢 天上有声音 然后 然后呢 我们看到那个 昼夜在 昼夜在上帝面前 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摔下去了 现在魔鬼巨大的工作 在 他在做什么呢 之夜不停的 控告我们 他是 我们生命中最大的 控告者 你不相信吗 当你在 常常被定罪 哎呀我今天没有读圣经 然后你 甚至你也讲 讲一个谎言 就有一种声音 那那那那那那 你是基督 你是耶稣的人 你自己也讲骗话 那那那那那 你答应了这件事情 你没有做 那那那那 你不要讲圣洁 你今天没有读圣经 你没有祷告 你答应上帝读圣经 你没有读圣经 你答应上帝读祷告 你没有祷告 这就是他 之夜在通告 你们 通告我们的 感谢赞赞美神 圣经高门说呢 耶稣坐在 站在 腹的右边 之夜为我们 拜全 所以呢 今天 尽管 他的魔鬼 通告我们 我们常常来到 感觉来到 上帝面前不配 被定罪 因为呢 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 也是因为这个 控告者 至夜就夜的不团 不定的 来控告我们 但是我们今天 知道上帝的话 也说 上个礼拜 前个礼拜也讲 我们讲了 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 不是靠 好行为 是靠着耶稣的宝血 靠着死的架 靠着圣灵 我们来到天父那边 不是靠着 我们做多少 祷告 读经 这些都是骗的 魔鬼用来欺骗我们 又魔鬼用来 来压制我们 直到我们没有力量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祂的工作 祂自业来 通告我们 然后 我们来看 七十路第十二章 第十节到十节说 所以祝天 和祝在其中的 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地和海有过了 因为魔鬼 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纷纷的 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这里我们看到祝天 然后这里 看到天上 我们总结来讲呢 原来啊 撒旦魔鬼的总部在那里 在天上 然后我们再来看保罗 有一个最后一个经文 保罗讲一句话 我认得一个 在基督里的人 他前十四年 被提到第三层天 第三层天上去 过在肉内 过在身内 过我不知道 过在身外 我也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哥林多后书 第十二章第二节这么说 当圣经说有第三层天啊 就是代表说有第二层天 和第一层天的 那我们总结一下 帮助你啊 第一层天是什么 第一层天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天后 我们这个天上的大气层 就是第一层天 然后我们再讲第三层天 就是上帝住的地方 第三层天是神所在的地方 然后第二层天是什么呢 第二层天就是天空的神所在的之间 他就是撒旦魔鬼总部所在 所以你不要以为啊 撒旦魔鬼在控制所有的祸中之后 他是在地底下的 那因为这样的概念啊 我再给你看这经文啊 我要让你明白整个属灵的情况 和灵界的东西 你就明白跟你的属灵生命有关 我们再来看这经文 天使的争斗 但以理书 旧约的但以理书 第十章十二节三节这么说 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最怕 因为你从你第一天专心 求明白将来的事 又在你神面前刻骨极心 你的原理以蒙应允 我是因你的原理而来 十三节 但波斯国的魔君拦住我二十一日 忽然有大军就是天使展中的一位迷迦来帮助我 我就停在波斯处王那里 圣经告诉我们说 但以理 祷告上帝 近时祷告的时候呢 第一天 上帝就已经应允他了 每一次你祷告 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 在天上 不管你有感觉到 有没有感觉到 看到有没有看到 当你每一次跪下祷告或者你在那边祷告的时候 在天上有一场大战争 这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 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呢 充满了战争 但以理一天祷告的时候呢 上帝已经应允他 已经答应他祷告 这个米迦的天使呢 就把他的祷告的东西 要带到以理 那边 可是呢 却被拦住 波斯国的魔群 拦住我21只 所以为什么 我们常常说 为什么牧师都祷告了 没有看到果酵的咧 为什么祷告了 就没有看到那个 美少的咧 很多人啊 祷告是一下子的 有些人的祷告只有2分钟不能兼职 所以你看 但以理 第一天祷告到近时 那21天祷告到他的答案 他的祷告的东西 达得到一名为止 其实上帝在第一天啊 已经应允他了 可是为什么被拦住呢 因为在空中 掌权者 那个恶魔 那个魔鬼 来拦住 天使把 他的祷告 应允的祷告 给了当年 所以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祷告的时候 不要灰心 你祷告的时候 不要这么容易放弃 你要祷告坚持 祷告到你的答案 得到为止 很多人的祷告 不能够得到应允 他们祷告上帝一致我 可是那么久 为什么没有好 因为他们没有坚持到你呢 这场仗就给魔鬼打圣了 你你你你 他怎么不要的 魔鬼是在那边 欢喜快乐 你看 他们也得到了 就高兴了 魔鬼就是拦住上帝的心意 拦住上帝的目的 直到上帝的百姓 没有得到 他要得到的东西 所以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祷告帮助我们能够认识 了解 在我们的整个生活里面 你看为什么跟你的属灵有关呢 祷告 祷告帮助我们 祷告你就是跟天使一起来战争 一起同工 一起合作来打圣这场 但是很多基督徒是很容易放弃的 一下子就 哎呦没有的 不要紧了找医生 哎呀没有了 我们就找别的管道 没有了找很有帮助 你的祷告是有活效的 你第一天的祷告呢 上帝就应于你了 但是为什么你还没有打到你的手上呢 因为有多别的打圣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武器和战场 讲到你是军队的 你必须了解你的战场 战场在哪里 你必须要知道你打仗的地方在哪里 很多人 如果你不知道你打仗的地方在哪里呢 你就很难赢了这场战 圣经告诉我们说 哥林波后书第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我们征战的兵器 并本不是熟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阴磊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 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知识 一概攻破了 又将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顺服基督 哥林波后书第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 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东西 第一 你的兵器不是血气的 不是你用拳头跟谋给打架 然后你的战场也不是那里 你的战场就是要 崩破巩固或者坚固的阴磊 将各样的计谋 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知识 一概攻破 将人的心意夺回 使他顺服基督 今天你要了解你的战场在哪里 你的战场就在你的 到海里面 魔鬼常常丢这个建议给你的 你看你看 你看 今天伟伦没有跟你笑你看 我走进来 走进来教会 你看他都没有跟你打招 你看他一定不喜欢你 魔鬼把这个建议丢给你 如果你吸收这个建议 你吸收这个思想 你就忽然间 好好 无端端的 一个孙女姐妹 你就觉得 他已经不喜欢我 你就跟他有 嫌隙 跟他有 不和谐了 可能以后导致 以后的导火线 你跟他吵架 很多东西是没有 无妄就在的 很多东西是突然间 这样产生的 是真的 那我再举个例子 你就明白 你 你 来到 你可能你 下班很累 是吗 你下班很累了 你回到家 你一样想做的事情 就是回去 冲凉房 你冲凉之后 我举于很多例子 你就明白 你进到冲凉房之后 你就发现 哎 我一大堆的衣服 没有洗 就很生气 昨天我不是交代我妹妹 把这衣服 这桶衣服洗掉了吗 为什么他没有洗 已经很生气了 可是你 本来你很高兴回来 很愉快 要回来冲凉 要洗澡 要得到很好的 舒服很好的 是休息的 可是你看到那一桶衣服 你就 你看他 你妹妹多懒惰 叫他洗衣服 他没有洗 我已经在火气上来了 可是你开水喉 水喉头的时候 你要那个 那个 冲凉的时候 你发现到 竟然没有水 为什么没有水 因为你的妹妹 交代他三个星期 去还水电费 他没有还 哇 你就爆发起来 在冲凉房 翻天覆地的 哇 发烂闸 你本来是一个好好的一个人 心情很好 回到家要冲凉 突然间你的火气 变成180 变成另外一个人 水令你变成这么样一个人 心情吗 很多时候啊 我们被这个战场 在这个战场被爆发 我们的思想思维 摩托很多的suggestion 很多的建立在我们思想里面 使到我们 成为一个 常常受这些思想的控制 我们看到 所以你明白吗 战场在那里 所以 战场在我们的思想的脑海 所以呢 今天我们看到了 我们必须要了解 你的口气是怎么样 有些东西要不让你讲的 要鼓励我们的 要知道的 打战的不是我们 打战的是耶稣基督 大家讲 打战的是耶稣基督 打战的是耶稣基督 为什么这样讲呢 有几个理由 第一 耶稣在荒野里 打战来试探他 耶稣拒绝并击败了他 就是 你简单来讲 耶稣有打败魔鬼的记录 所以他 不是你打 是魔鬼 是耶稣打 第二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击败了撒旦 他已经得胜了 他得胜是为了 打败我们的敌人 他完全 击 退了 撒旦 第三 现在我们有责任 将耶稣的凯权显明和表明出来 所以你的生活 就是一个表明来的 如果你每天过那个 哎呦啊 起起唱唱 很糟糕的生活 你整个表明耶稣的凯权 打战的是耶稣 耶稣为我们打赢的感生战 但是 那你说不是为什么 我们要穿武 还要全部军装啊 为他要穿武器啊 对那不是为了耶稣 那是为了你我们来看 第一 这个就是一个全副军装 在罗马的时代 这个整个军装要穿的 第一我们要穿什么呢 我们要穿上真理的袋子 打战的时候呢 裤袋很重要的 如果你去打战没有裤袋的时候 你打一半的时候 骨子掉下来你就完蛋了 所以真理的袋子很重要 没有人打战不穿裤袋的 裤袋很重要 而且这里是讲真理的裤袋 简单来讲呢 就是说你的生活上呢 你的行为上呢 是诚恳 老实 没有撒谎 没有撒谎的 是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有没有说谎 真的是这样的 我们常常做一些事情啊 常常做许多事情啊 都不是来自发自内心的 我们只不过叫他说的好听一点 让别人听了好听场面话而已 我们常常充满那种宗教的信仰的成枪烂调的和服前程啊 做的事情啊 往往都不是为了神而做 不是讨神许愿 是讨人许愿的 哎呀 今天你好 神爱你 可是你心里面却不是这么样 为了要做fuel宗教的意思而已 有的人更糟糕是 哎呀 我很爱你 你好 然后翻过头 就说我恨死你了 我恨不得把你杀死 所以这些人啊 就没有穿着真理的袋子了 这些人就没有真理的袋子在他身上了 所以呢 当他没有真理的袋子的时候 就很容易给魔鬼来攻击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 第二样东西就是公义的复兴禁 复兴禁是什么 复兴禁是这一块东西叫复兴禁啊 什么是复兴禁 在战场里面啊 复兴禁很重要的 复兴禁的功能是叫什么 保护你的心脏的 如果你没有复兴禁打战的时候 不小心把一个火箭射到你的心脏 你的心就死掉了 所以很多基督徒信仰耶稣 以前信耶稣 没有信耶稣 开不开心我不知道 可能信了耶稣 越来越不开心 为什么常常受伤 人家讲他一句 他讲我我受伤了 我需要被医治 一点点 我受伤了 不是那一点讲我这么重 我又受伤了 很容易受伤 所以你必须要有复兴禁啊 复兴禁保护你的啊 如果你的心没有被保护 你就不能做一个有能力的战士了 圣经告诉我们说很重要的 听到说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脱一切 因为一生的活像有优势的方法 你的心很重要的 那你说不是啊 这样什么是公义的复兴禁 为什么要叫公义的复兴禁呢 公义复兴禁原来保护也在别的地方 第五章第八列的说 但我们既然属于白昼 就当尽手把性和爱当得复兴禁这凶 原来公义的复兴禁啊 就就是性和爱的复兴禁 就是说你怎样保护你的心呢 要用爱心去保护你的心 做任何事情啊 都是以爱来做根本 不是为了要讨好人啊 不是为了提望帮助他 下一次他帮助你 有交易有报仇的那种 有回报的那种心态 你要帮助这个人 纯粹是因为你爱这个人 你用爱心去帮助这个人 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者 用信心去保护你的心 不要怀疑 不要胡思乱想 哪有这样好 他对我这样好是有目的的 等下他要跟我借钱 这就是没有好好保护你的心 这是复兴禁 接下我们来看 他要穿什么呢 穿上复兴平安复兴的鞋子 哪有人去打仗的时候没有穿鞋子 光的光的脚去打仗 没有的 所以呢 圣经说你必须要穿上鞋子 而且这个鞋子有牌子的 什么牌子 平安复兴 要穿上平安复兴 预备行走的路 行走的鞋 你一定要穿鞋 而且穿鞋就是你准备去啊 准备好了 有些人不准备好了 就是说 穿鞋子就是要传福音 准备好去传福音的 很多人不知道的 我会说 弟兄姐妹你可以去跟你的这边人 朋友分享福音吗 而不是我不能 我不知道怎样去传福音 我没有准备好 而且不是传福音 当然传福音本 要有平安复兴 平安不是用道理来讲的 平安是你身上要有的 人家看你样子啊 这么烦恼 这么多问题啊 人家怎么看到你身上有平安 那你怎样去把平安的福音传给人家 不可能的 我举个例子啊 你就明白哦 如果一天你在医院里面 在医院的时候 看到一个大肚婆 一个孕妇坐在那边哭 然后 你刚好走过 你就在那边哭哭的 我要去跳了 我要死了 你怎样帮助他 你打电话给牧师啊 牧师啊 这里有大肚婆 他要死了 我不知道怎样做 那就是代表你没有准备好 穿上平安 平安 平安福音的鞋子 看到没有 所以你要准备好 穿上平安的福音的鞋子 来帮助那个人的 不一定要牧师在那边 你可能就 他当下你就说 你什么事情啊 我怎么可以帮助到你 你遇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的问题 我曾经也有遇过 我曾经我的教会的朋友也遇过 我们教会的人可以帮助你 你马上 你看啊 你的传福音的果效比牧师还要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是牧师的时候 就跟人家 哎呀你还是要传教罢了 可是由你们去想见 你现在去分享到 那个果效是爆放力的 人家相信你 因为你自己有感受 你有这个平安 能够把这个福音传给人家 然后最后 接下来 第四个 哎 sorry 信德的腾牌 打赞没有腾牌 一下子就给人家说死了 所以一定要有腾牌 腾牌呢 这里是信德的腾牌 简单白白讲 就是要有信心的腾牌 你必须要用信心去抵挡那些火箭来的 又不能死了 不能再坚持了 我要死了 你怎样打赞呢 信心的腾牌 你一定要有腾牌 而且腾牌是要用信心的 我告诉你 魔鬼很诡诈的 如果魔鬼攻击你啊 他攻击你不倒 他就攻击你身边的人 他攻击你家庭 攻击你的孩子 让你孩子生病 很多问题啊 和你的事业 你的生意啊 直到你不能专注 直到你放弃为止 那你怎样去 怎样去打 怎样去抵挡 魔鬼的攻击呢 你必须要有信心的腾牌 魔鬼很诡诈的 如果他打你不倒 他就攻击你身边的人 所以你必须要有信心的腾牌 接下我们来看 第五个 救恩的头盔 如果去打 如果去打 战的时候你不带头盔 不小心射到你的头脑 你就完蛋了 所以战场必须要有头盔的 很多人啊 很多的基督啊信了耶稣啊 他 头脑没有保护的 他没有头盔 而且神经讲是救恩的头盔 不是普通头盔 是救恩头盔 就是有上帝的宝血来遮开 所以常常保守你的思想 不要胡思乱想 不要想消极的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呢 很多人啊 脑啊 是死的 很多人啊 头啊 是受伤的 一个人啊 头受伤了 他就没有办法 来使用武器了 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勇敢 有能力的军人 也有很好的武器 可是如果他的头一受伤呢 他就不能了 所以你必须要有救恩的头盔 最后一个 那 刚才讲了 注意啊 这很重要的 刚才讲了 头盔啊 负心镜啊 盾牌啊 鞋子啊 还有铺带啊 这些都是什么的 这些 这些装备都是什么 叫做什么 防卫性的装备来的 保护的 保护作用的 你有发现到啊 全部的无件东西都是保护而已 今天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圣灵的保健 也就是 拿着圣灵的保健 就是神的脑 唯一能够攻击的 就是圣灵的保健 也就是神的脑 所以呢 你必须要认识神的话 你记得吗 耶稣讲去攻打或者击败魔鬼吗 当耶稣 在旷野 禁止祷告 四十天出来的时候 魔鬼就出来试探他 第一次 见到魔鬼 见到耶稣的时候 他讲什么 啊 耶稣耶稣 如果你是 他知道耶稣禁止十天吗 肚子饿吗 哇 你是神的儿子 请你用石头变面包来吃啦 耶稣讲 要打 耶稣没有这样 耶稣用神的话语回答他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哪里靠神 口里所住的名义去往 然后魔鬼就飞去 第二次魔鬼又来 魔鬼把耶稣带到圣殿的嘴高顶的地 不顶那些 他说耶稣耶稣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 魔鬼还 圣经说 如果你跌下来呢 有天使会造成你 耶稣这样回答他说 耶稣没说 对哦 耶稣有道理哦 耶稣跳 耶稣有没有跳下去 耶稣如果有感谢神神 耶稣没有跳 耶稣有跳以后 我们信耶稣的人也要跳楼了 耶稣跳不死嘛 耶稣没有说跳不死 耶稣没有选择这样做 耶稣跟他讲 你不可试探主耶王 我知道上帝能够保护我们嘛 对嘛 但是不需要这样去来证明上帝的保护嘛 我们不用去穷实物 我跳下来 你看上帝保护我 不会死的 你看跳下去 我告诉你肯定死的 但是因为你试探上帝耶王 然后第三次 耶稣 摩根就把耶稣带到世界上最高的山 世界上最高的山在哪里 喜马拉雅山 在那边 然后摩根指着 世界上的永火富贵 万国 他说万国都永火都属于我的 只要你位下来拜我 我就把世界的永火富贵给了你 你看耶稣没有反过他 就说耶稣认同他 所以你不要杀了 你不要杀了 这个全世界的一切属于杀杀魔鬼的 也耶稣也认同 魔鬼是世界的王 如果你爱世界 你追求世界 当然那你就跟从世界咯 因为全世界都属于魔鬼的嘛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能爱世界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属于这个世界 然后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好了好了给我了 我做做世界的王 耶稣没有这样说 耶稣三次都用神的火影 来以拜魔鬼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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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敬拜耶和华 单单侍奉他 耶稣回答他说 耶稣用三次啊 都是用上帝的话语 来指败魔鬼 今天 如果魔鬼来试探你的分明 拿什么来 来抵达魔鬼 有些人啊 不是没有圣灵宝坚啊 他圣灵的宝坚一扒出来 啪 这么短半 因为从来不读圣经的 因为不读圣经的魔鬼 两下子 一扒出来魔鬼就叫你 你的刀 你的刀这么短不得 我一下子就打死你 有些人的宝坚囊拉出来是很长 可是 砍不死魔鬼了 为什么 从来没有魔的 不利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 神的道是活活 或是有功效 比一切两人的剑很坏 甚至于 两魂而临 骨节和骨髓都能赤路拨开 连心中的思想和主义都能赤路 你越读圣经的话语 你越读神的话语 你越很 跟你的灵人就很差 为什么我 为什么你说我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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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的 是因为我 我越读神的话语 越多 我就对那个人 灵命 我就很明映 我就能够讲出 那个人的病在哪里 那灵的病 生病在哪里 我就能讲出 因为我读神的话语 越读 多读神的话语 就帮助你 你这个灵人就很小 就很敏锐的 对人的需要 所以你必须要读神的话语 然后 你有了全部尊重 我知道时间到了 全部尊重 你有发现到吗 有一个地方是没有被保护的 整个头有了 头有了 脚有了 腱有了 腱啊 什么都有了 有一个地方没有被保护的 你知道吗 什么 你知道什么吗 你的背后 你的背后 后面是没有被保护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没有担保你 如果你掉头走 你退后的话 你肯定死得很难看 我从来看到那些仕途 信仰耶稣 然后又一半 信仰一半就离开了 他们的生活 真很糟糕的 因为魔鬼是谁啊 所以你就告诉你 今天如果你没有属灵的攻击 魔鬼没有攻击你 不是因为你很强 是因为你太多网络 魔鬼 哎呀这个人 终于终于终于被攻击 如果你生命常常被魔鬼攻击 你感谢神 因为魔鬼看中你 魔鬼认为你很有威胁 所以跟你旁边讲 魔鬼看中你啊 所以你常常有问题啊 不要说 哎呀为什么有问题 你应该高兴说 哇上帝啊 我以为我站在你这一边了 所以魔鬼才生气我 魔鬼才对我不好有敌意 如果你魔鬼跟你做好朋友的话 你真的是很糟糕的 这里面 所以整个军装 你要穿上整个军装 你一定要打好这个战 而且打战的不是你 但是你要穿好所有的保护 你不用去打 你只要有穿好整个军装 你就能够抵挡这魔鬼的回家